哈啰 各位歐巴news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千文 这个有点沉重 但是充满了不舍 我自己也对佳和觉得很不舍 因为他在这个剧里面 不管他是对这片土地 对家人 对乐仙 还有他的小孩 就是有这么多爱 然后包容 然后却在这么人生精彩时刻 画下句点 然后下车 充满了不舍 也希望其实如果佳和可以继续陪着乐仙 那有多好 但是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 就是充满了无常 那我觉得 其实从这戏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就是把握当下 那你看 佳和在他要离别的时候 他知道就是得胜 德胜这么爱他 还把他交代给德胜 他那个台词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 我没有缓队 我没有缓队 缓队路仙国家 最好的人 心里 这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就是完全他已经完全帮乐仙 想好他后面他需要人照顾 他如果不在身边 很想要哭 对那个场次距离我现在拍完已经半年多了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是很有感触的 当然有 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就是大概有五六五年 光女兵女力就已经四年了 加上拍没人生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起在成长 所以就是不同时期 然后不同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会互相 我们其实很像家人 所以大家会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默契这么好 其实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就是可能平常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互相讨论 所以我觉得我默契好 其实是透过这几年的相处 像我觉得我们是互补 我以前就是比较 应该说比较闷 比较不会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比较很多事情我不会说出来 但乐言他的个性就是比较直接 比较大啦啦 其实某部分其实像乐仙 然后这几年下来 其实我觉得他的一些做事跟相处模式 其实影响到我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这么害怕 说出自己心里的话 你把事情说出来未必不好 那反而是可以 大家可以沟通 会跟了解你心里要什么 对 这是乐言影响我的部分 我心里蛮多种方式的 第一个也许 也许是遇到一个同脸人 跟家和长得很像的人 可能在某个街道 乐仙在过马路的时候 突然转头 怎么这么熟悉的面孔 然后再透过谈吐聊天之后 怎么跟家和这么像 但这个他不是家和 他只是跟家和长得很像的人 对 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可能就是要看到鬼妈妈吗 哈啰 鬼妈妈吗 就是人鬼恋好像也是不错的 对 如果编剧觉得不错 可以加进来哦 刚开始绝对有 但是其实我们 我跟乐言呢 就是在这部戏期做了很多的苦心 包括我们从前期的角色的自传 角色的人格设计 然后我们也去找表演老师一起上课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演了情侣 演了大概三年多了吧 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感受跟区隔 那又回到 因为家和跟乐仙他们是60年代 那时候的谈恋爱方式 绝对跟现代的谈恋爱方式 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做了蛮多功课在这个上面 除了台语之外 台语也是我们常常在下功夫的地方 相信这时候呢 观众朋友已经看到家和下车了 同时我的《梅一人生》这首歌呢 同名剧名啦 《梅一人生》这首歌的EP 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上架了 那这首歌呢 其实是为了《梅一人生》这部剧呢 电视剧呢量身打造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场戏是 家和跟乐仙告白在海边那场戏 家和对乐仙说的话 我就把它变成台词 这首歌就这样完成了 你们会觉得很熟悉 因为那都是台词 我自己很满意啦 不知道你们觉得满不满意 第一步品试作品是什么 三二一 那内语不停国 演出五个演过的角色名字 三二一 蔡家和 罗孝安 张子祥 蔡永佳 张瑞坤 健身房必做的三件事 三二一 有洋跑步 推胸 深蹲 用三种语言说我很帅 三二一 我很厉害的 我说很健碩 嗯 呃 呃 你怎么讲啊 呃 可可可可还是什么 这是可怕 什么 凄凄 对地点三首选 三二一 呃 晚上的沙滩 鬼屋 顶楼 好 起床三步骤 三二一 洗脸刷牙 吹豆法 想出三个乐颜的缺点 三二一 爱吃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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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缺点吗 那我可以说乐颜吗 哈哈哈哈哈哈 他大概酒量大概是十瓶红酒吧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开玩笑 哈哈哈哈 好 我抽到的情境到底是什么 来看一下哦 你们很会想 哦 就是 想放屁 但是忍住 忍到下车之后 然后在空旺地方释放 哇 把肚子挡拌了 还有些人 但是 这里有很多人 喂 我很恐怖 我很害怕 我怕你 很恐怖 很恐怖 我怕它 我怕它 你怕它 你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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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夠了 不能啊 真的就吵 嗨 大家好 我是陳謙文 雖然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 知道蔡佳和下車 很不捨 很難過 我自己也是 不過呢 我覺得好戲呢 就是值得一直在看下去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可能我會以某種身份再復活 或是再出現在美一人生裡面 也不一定喔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的美一人生 另外 還有我的歌也要繼續支持喔 我的美一人生 單曲已經在各大數位平台上架了 還有MV 請踴躍的點閱 讓他點爆好嗎 因為我們美一人生真的非常用心 不管是片頭 片尾 甚至叫插曲 都非常好聽 我的歌聲也會繼續陪伴著大家 好嗎 謝謝大家 歐巴News 掰掰 掰掰 我會給你一個幸福的歌 為你健康做你的太陽 不管頭前的路有我感到